天父,我們將以下的時間公盡兩望交在你的手中 到我們接下去的這些默想和分享 我們屬於你,我們是你的兒女 無論我們身去何處,不管是柬埔寨中國或是加拿大,我們都是屬於你的,我們要住在你的家中 讓我們更深地帶進到你的家裡 讓我們在你的靈裡面,彼此相愛,彼此的分享和團體 主要求你借著意象意夢,用那些充滿色彩的思覺上可以感受得到的 請你把你自己的真理來啟示給我們 因為我們是孩子,我們是你的兒女們 所以我們非常享受,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你對我們的愛 將你的榮耀彰顯給我們 奉耶穌基督,阿門 下一週我們會進入更深的一些關於立位支派的基礎上的分享 所以神要我來分享這些以下的,希望祂的孩子們也能夠來聽 但當你來看這幅畫面的時候,你看到最上面的是什麼呢? Frank,你有在你家裡你有這樣一盞燈嗎? 但它看起來是神的榮耀 因為我看過榮耀的,在2003年戲劇戲的經驗了它 當神教導我,因為祂極有能力的禮夢 關於哥倫比亞航天飛機的災難 神要將祂的榮耀降臨到祂的教徒和百姓之間 所以當時祂用這個異夢來提示祂的榮耀 好像是三文治吧 主要是包著哥倫比亞的討戰號時事的事情 所以當時在這個異夢中,我是在基督徒的一個特會中 那時候就是神的榮耀降臨下來 當時每個人都非常幸福,包括我自己在這裡說 神的榮耀終於降臨了 但很快我發現那個雲霧太濃了,好像要窒息 所以當時我很快就有決定,我說 我會選擇秦約寺在這裡,因為這是值得的 很快我發現房間內,包括當時的講員一對牧師夫婦也就抽身逃走 所以當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四點到七點的長島 我看見新聞播放了哥倫比亞挑戰號的空難事件 然後第二天主任早上,主又在異夢中把我帶到本地的一個教會 就是神把他的讓人認罪悔改的這樣一個復興運動帶下來的教會 所以當時在異夢中我看見神的雲就是降臨到西安教會 但神榮耀的雲很快就離開了 所以我馬上飛奔跑的教會告訴他們說,我們要來禱告 但我唯一人能夠停止,所有人都很忙碌,是職員 說了職員說了職員說了職員 唯一的聲音發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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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嘴巴裡重複著的兩個字就是神機起誓 我終於可以設法把一個教主講話是主任牧師的兒子,他叫迦勒 然後把他帶到外面,他看見榮耀云離去後面留下的一點尾巴 我們去了教職, trenches birl親告訴他為什麼全職的榮耀云禁場 但我第一次当我能這樣一次,我們會都 keep到了 部門每歲月工作宵 empire, жиз felt like we recall in Samuel. 所以禁句中我剛要開頭跟她解釋再說 somehow禁止禁書, 但是很快教會開始午餐了,大家都非常忙碌 當然神也會把教會一起精通午餐 這個圖像賜給我 所以就算是那些走在最前沿的先鋒的教會 要非常注意 他們要知道說 當他們在做這些充滿神機其實的工作的時候 也許只是把榮耀帶給了人 而又將榮耀歸給神 所以下次有機會我再跟你們分享 這個關乎於哥倫比亞炒戰號的細節 但今天我要來借著一個先知性的畫作 來跟你們分享 現在你們看榮耀的雲的將到凱文的頭上 大家都給我們看 像副實isti的榮耀見對神是的 那樣的照片 所以他正在拍照 好像傅實的榮耀見的 他都這樣向你們 對於這些話就非常的喜悅 所以你們看見這些美妙的話,然後聽到關乎這些畫作背後的更加美妙的故事。 所以我今天在這裏第一個來跟你們分享為什麼我要畫我所畫的。 這是一個描述我以前經歷過的一個非常戲劇化的預言性的藝夢的最後部分。 所以父神將這個畫的標題給我,就是回到父家。 Remember last week we had looked at how the Lord Jesus, when He came to the temple, and He said that He made it into a trading place, a market place, into an emporium. 大家還記得上週我們分享,當主來到父神的聖殿中的時候, 祂賜責在裡面的人說,你們把我父父的店當作做買賣的地方。 而在聖殿中的聖殿中,我們看到耶穌在聖殿中的聖殿中, 進行第二次的聖殿,在這個聖殿中, 在這裡的聖殿中。 在那時,祂說:「你把父父的店變成賊賊。 所以這是當主開始出來 他事工的開頭部分 他是對著那些人說 你們把我賦的店變成賊窩 開頭的部分是在約翰福音 祂說不要將我付的店當作做買賣的地方 但到最後說 你們把我付的店當作一個賊窩 這是關乎於兩件不同的事情 我希望你們不要混淆 因為在約翰福音開始時是陳述了主 開始他公開的施工的這個部分 In the synoptic gospels Naphew, Markwood, and John's synoptic name From looking from one angle Jesus is doing something like this again Towards the end of his ministry at the week when he was about to be crucified 所以在用不同的角度來描述主耶穌的四福音書中 我們可以看到約翰福音是描述主開始出來的時候所做的 但是到最後他要被賣之前零星期 所以在另外三本福音書 就是馬太、路加和馬可中 是講述到主耶穌 他要在被賣的那一星期之起 一週之前 是接觸他在地上施工的事情 And at that Chinese said, You have made my father's house into a den of thieves The Lord is very attentive to what happens in his household 因為我們的主對於他家裡的事情是非常注意的 So even the children, we have to take note Why Jesus said that his house, now we look at it as a church has become a trading place and also a den of thieves Why did he say that? 為什麼主會說我們的家裡 也就是現在我們的教會會變成一個買賣的地方 或者是一個賊窩呢? It's because we don't pay attention to what happens in our heart 因為我們是不在乎我們心中的光景 So we carry a lot of business activity into the church or things that we want to do And so we're always thinking about our life outside of the church 因為我們雖然是在教會裡了 心裡面所想的就是商業上的活動 還有我們自己的這個很忙碌的計畫 還有在教會外面世界的事情 And when we come to God's house or the church We think that if I am a good Christian, I go to church God will give me something, give me a better life So you're carrying this kind of transaction business ideas In you into the house of God 因為你心中這樣盤算說 我要做一個好基督徒就是能夠按時來到教會 那主也會幫我做成我的買賣和生意 So if I give a bit of money or a lot more money I feel good because I am doing a transaction with God 當然我如果說能夠捐更多的錢的話 我會覺得心裡面會非常的舒服 因為我在和神好像在做教育 Or if I can exchange the right proper coin I can help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with some of my giftings Then I'm doing okay 如果說我們可以拿出一些散錢 可以用我的這些禮物來幫助我的一些弟兄姊妹的時候 我們自己好像覺得還可以 But you see, God doesn't look at how much we give But how much we take or we withhold from giving to Him 但是主其實對我們這些拿出來的和收到的 其實根本他不會特別在乎的 No, He looks at how much we withhold from giving to Him rather than how much we give to Him 所以他會更加注意的是說 我們是扣留了哪些應當給他的 卻沒有給他的部分 而不是在乎說我們拿出了多少 So for example, you're supposed to give your tithe to the work of the Lord which is a tenth of what He blesses you with But you only give Him, like most Western church less than 5% or maybe 1% or 2% So God sees that you have stolen from Him the rest of that tithe 所以好像現在在當今的西方教會中 很多人只交收入的1%到2% 最好像有的是到5% 但是沒有去真正的把神當得的 所以現在在西方教會裡 很多是在神眼中看為這些強盜和賊 正在神當中要大了 所以我們不是只能把神當成niper 點名和禮物章的誓гов 來歸給祂,是藉著《不給諸十一奉獻》表明出來。 當我們來到教會時,我們的心隨隨便便的在神的眼中, 也是看為偷竊一樣。 當我們在教會中做隨便最簡單的事工,沒有盡心盡力去做的話, 我們只是做為聖餐,然後我們會拒絕從祂。 如果我們在教會中做隨便最簡單的事工,沒有盡心盡力去做的話, 好像是服飾聖餐等等,但是隨隨便便神也看為偷竊祂的榮耀。 所以主在親手拣選他的十二門頭還有另外幾個的時候,是非常地小心謹慎的。 他要保證他們能夠在父的家中成為真正的一個家。 所以我們可以看見主有十二個門徒,除了一個之外, 到下一周我們會繼續來學習《默想異位記》中所講述的, 因為這是非常具有能力的一個真理。 所以我們可以看見其中有一個門徒是不潔淨的。 我們在約翰福音第十三章, 在剛剛主備賣之前,他親自來為每個門徒洗腳。 他說:「我為你們洗過腳之後,你們是真的潔淨。」 因為主說:「你們的身體已經沐浴過了,你們只要把你們的腳再一擦一洗就乾淨了。」 所以他說:「就我來觀察您的身體是乾淨的, 因為藉著我所傳給你們道合,你們跟我之間的那個關係。」 他說:「你們所有的全體都已經乾淨了,除了一個之外。」 那一位不潔淨的,我們知道他的名字是 Judas Iscariot, 他離開耶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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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離開耶穌,他離開耶穌,後來他離開耶穌。 所以我們知道那個不潔淨的就是賣主的猶大, 後來他自己就離開耶穌的家,出去自己自一生。 但耶穌基督就說:「在我父的家裡有很多住處。」 然後在約翰福音第十四章,主就說:「在我父的家裡有很多住處。」 他說:「我要去準備你們的地方。」 也就是說除了猶大之外的所有的門徒。 所以,主的意思也是說:「因為祢是洗乾淨, 和我父的家裡有一個住處。 所以,祢將來要和我父的家裡一同居住。」 所以,主的意思也是說:「因著你們和我之間的關係, 然後借著我所傳給你們到, 你們的身子是貝德結晉的。」 所以,你們將來要和我父的家裡一同居住。 所以,如果要和祖一同居住在父的家裡, 我們必須要保證我們的身體是乾淨的。 如果我們的腳沾染的一些事上的泥土還沒有太大的關係, 我們可以一起洗腳。 因為祢是我們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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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我們在世界上, 我們會把一些水污取出。 但是,祢知道我們的心,我們的內心, 我們都在洗乾淨。 所以,我們最後的步驟, 我們要進入父的家裡, 祢需要幫助其他人或祢獨, 把祢獨自清洗乾淨, 所以我們可以進入父的家裡。 我們必須要住耶穌基督自己或是我們門徒們彼此來幫忙洗腳。 所以,我們這些亞洲國家來的人們都有一個習慣, 就是在進入房間之前, 要保證腳是乾淨的, 不要沾染房間和臥室這些地方。 那位們都會使得報道所以, 那位忠祢是教人士是教淨的。 兩者 hani生書 Gonzalez。 ヤク的可以通知了。 那麼, 你會 рад嗎? 這樣子是悠殺不了。 Sin許慮死的事情 我們未對待會膽很有力的。 因此可以跳 Framework, 致於我們不是 fabricate堅備了 ,親身體而言 部件或使得不在乘舟上。 它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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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我們會 delivered瘧、 所以主是在一個靈異的層面上來講 當我們的靈魂都要得到潔淨 所以說我們的腳還不潔淨的話 是指在有些事情上我們並不完美 可能我們還沒有達到完全無罪的這個地步 所以我們可以彼此來幫助洗腳 所以主在這裡有一個非常清晰的分解線 就是那些還在罪中在掙扎的人 還有另外一個群體就是完全是悖念的 願意承認在罪中 所以如果我們生活在抗爭 而我們不斷拒絕的罪 如果我們選擇背面繼續沈淪在罪中 所以我們是完全沒有辦法得到潔淨的 但是如果我們有一個憎恨的心 一個心是正確的、教的、教的 而祂的福音可以指導我們 我們已經被祂洗了 但我們仍然會有很多汁在我們身上 但是另外一種人就是說 雖然在腳上還是沾染了很多事上的污秽和塵土 但是我們卻有一顆願意悔改的心 是一顆可以被糾正 被而特受教的心的話 所以主還是在祂眼中 我們是可以得潔淨的 所以我們需要幫助其他人的污秽 我們不是在談論 失敗或抗爭 但是我們需要幫助其他人的污秽 清潔、禁止其他人的污秽 但是如果說我們有一些弟兄姊妹 還是很軟弱的話 我們必須要來彼此鼓勵 彼此洗腳 使他們重新剛強格力 所以就在那一個非常戲劇化的那個藝夢中 主讓我看見在北岸的那個藝夢中 海岸上就在Varag的內灣地方 有一個在海灘上的聚會 所以我們在這裡大概有四十多人在聚會 當第一場講到結束的時候 在第二場還沒有開始之前 有幾個小時的間隔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在想說 還有幾個小時的空間 我們該做什麼呢 所以我們當時就想說 我們出海吧 我們找一條船 我們出去玩一下 我發現其中有一個不以人注意的一個人 當時我沒有注意到那個人 但卻注意到那個人 他在眾人的後面 當時我沒有注意到那個人 但卻注意到那一個人 他在眾人的後面 所以我們就很興奮 我們都很興奮 跳上船 所以我們作為教會的一個整體 所以一靈一體全部跳上船 要在街上幾個小時出海去遠航 除了那一個留下來的 除了那一個留下來的 但當我們準備好 我們準備好 有一個大船 就在那一刻 我們要出海的時候 看見整個海上 全部幾百的船 我們非常失誤 我們非常失誤 我們接下來該做什麼呢 所以就在那個夢中 我就是非常清晰記得說 我們應該去改坐摩托車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整個大海就變成一片沙海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整個大海就變成一片沙海 所以我們整個教會 就都跳上船頭車 在整個教會 整個船排之間 穿行就趕到前面去了 所以我們到最前面的時候 我們看見一個很大的障礙 所以我就知道 為什麼這個船都被堵在一起了 所以我就知道 為什麼這個船都被堵在一起了 所以我還在沒有到達大海之前 已經前方發生了這個戰爭 所以為什麼那些船都不可以往前面去 所以我們幾個領袖 都在那裡 我們看見其他人 我們看見其他人 我們也是軍隊 我們是基督 我們是基督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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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告訴他們 他們讓我們進來 所以我們就跟他們前方的所謂的士兵說了 他們就讓我們進去了 所以我們就跟他們前方的所謂的士兵說了 但是當我們進去大海 我們就被淘汰到大海 我們在飛去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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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天空間 都被淘汰在大飛機 當我們進入前方的大海 我們的上空都是滿是敵方的戰績 我看到的飛機的飛機 是比這個飛機更精彩的 他們全面積滿天空的飛機 在夢中我所看見的是 布滿天空的飛機 比這個畫面上來得更精彩 他們在拍攝這個飛機的飛機 我可以看見他們從空中射下 這些雷射的光都射向大海中的那些人 而在我們找到戰鬥 我們沒有任何東西 我們都在沖滾著生命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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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是山內在逃生 聽起來好像是不太疼的事情 但是真實的我們在夢中 就是在海底潛行 看到那個雷射光 就好像種子一樣密密麻麻地射下來 所以在海底我們看見有很多巨大的柱子,那我們就有幾個就向柱子游過去。 當然,這些牆壁是好像一個大小的部門,而且所有的船空間都會有大小的巨大,所以我們都被困在這個世界海中的海中的海。 在海中的海中? 對,在海中的海中。 在海裡的這些巨大的柱子好像把藍天撐起就像帳篷一樣, 把我們這些人好像在仇敵密集的射殺中吊在網膜裡的人, 把我們這樣遮蓋起來。 暫時是這樣的緊張,所以我們就是在逃生。 所以這些柱子真的成為一個安全的柱子, 沒有成為真正的保護柱子, 因為他們將仇敵射殺的天空遮蓋在我們頭頂上。 我看見一個人全身穿戴白色的, 然後他就給我們這些猖狂逃生的人發出一些指揮。 他就證明了,那位柱子逃避那些砲子, 他拿了一隻白袋子, 當那個砲子落下, 他會把砲子穿著, 把砲子穿著一隻白袋子, 把砲子穿著, 然後把砲子穿著, 會把砲子穿著, 然後把砲子穿著, 然後把砲子穿著, 然後扔進去。 然後我看到, 那裏是黑白袋子穿著。 當你抓著砲子穿著, 摔進去階段的枱子, 就在遠方爆炸了。 但我亦也看過,我亦也猜測了, 如果您沒有用手帕抓住這個子彈的話, 這可能就會在手裡爆炸了, 這也是很危險的。 所以,我亦也知道, 這不是很好的解決。 所以,如果你沒有即時用手帕抓住這個子彈的話, 這個可能就會在你手裡爆炸了, 這也是很危險的。 但在我的靈裡,就在那一刻, 有一個感覺,就是要趕緊回頭, 回到被忽略的那個人那裡去。 那是一個唯一安全的地方。 所以,在那一刻,在夢中,我就看見自己拔腿就不跑。 所以,就是非常驚訝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開始奔跑的時候, 就是初時想要回到那個人那邊去, 但是現在就是要回到父親家中。 我父親就坐在這裡, 我就想像,當時就是奔回我父親在新加坡的那個老家。 但是,其實在夢中,我看見到達那副家的時候, 那個房子的形狀不像我父親家一樣。 那裡有個加油站, 父親的家在旁邊, 前面有很多的泥土堆。 我以為我們已經來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但其實,我們在走在那裡, 敵人在走在前線上, 敵人在走在前線上, 敵人在走在我父親家中, 敵人在走在我父親家中。 然後跟蹤到我們的領空來了, 然後就要射殺我們。 所以,我第一個想法是, 我第一次想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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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買點食物。 所以,我第一次想法是, 所以,我踏進去, 我試著找點食物。 然後,在那裡, 敵人在走在我腦海中的一個想法, 就衝到加油站去買些零食來吃。 但是,這個時候, 敵人就開始在我上面扔下炸彈了。 所以,當時那個加油站還在那裡, 已經被炸了,就是有黑煙, 但是我進去裡面也沒有看到任何的食物。 甚至找不到一包很小的零食。 所以,我看見什麼? 我發現沒有油,沒有食物,沒有食物, 沒有食物,沒有食物,沒有食物。 但是,我發現沒有食物,也沒有油, 但我卻看到有一雙生鏽的手。 所以,我在那個加油站裡面是看到一堆, 就是兩罐,生了瘦的罐子。 所以,裡面好像已經有油都冒出來了, 旁邊都有油滴下來, 我就把兩罐拿到那個男人。 所以,當時他的心中在跟我說話說,已經足夠了。 所以,在那一刻,我看見我爸爸家後面那個土堆,小土堆裡面有一個好像看起來非常小的, 飛機模型一樣的小飛機。 沒有人注意到那架小飛機在裡面被埋了好久了。 所以,就在那時刻,因為這個加油站已經被炸毀了, 所以後面土堆也被掀入出來,讓別人可以看見那個飛機。 所以,那架飛機少到只能容納一個人。 所以,這架飛機少到只能容納一個人。 所以,這架飛機少到只能容納一個人。 所以當我們把那兩罐油交給那個男人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都可以坐到飛機裡去了。 當飛機開到空中的時候,我們往下復看的時候, 那個下面的戰爭已經結束了。 I could not even see the battle at all. It was so quick, like instantly he said it is enough. It was like it's all over. We were inside, up and down, the battle was over. Every single aircraft, the skies were totally clear. You could not even see a trace of the enemy. 就在那一刻,那個男人說已經足夠的時候, 我們突然之間都在飛機裡飛到高空, 在空中看不到一絲遺跡的跡象, 連一架飛機也沒有。 I could not even see ourselves in the aircraft, except I knew that we were in and was over, and that's it. 甚至於我自己都感覺不到, 我自己看見自己在飛機裡, 我只知道我整個人已經飛到天上, 在那架飛機裡面, 然後往下看的時候, 完全這個戰爭已經平息了。 I could see that the aircraft came down that moment, and the next action I saw, I could see only the aircraft down that moment, Guess what I was doing? I was stuffing Turkey into that little aircraft. 當時我記得, 當我們飛機著落的時候, 我自己做的一件事情, 就往那飛機裡裝火器。 所以我只能記得, 當我們安全着陸的時候, 一點都看不見有戰爭的跡象, 只是把那些火器往飛機裡裝, 非常的擠。 所以這個密夢的最後部分, 花了我差不多有一個星期來破解那個密碼, 到底為什麼是這樣的一個結局。 所以夢中的所有部分我都可以理解, 就除了這個火雞部分。 所以後來主就打開我的心窍說, 是關乎與感恩。 We live with the spirit of thanksgiving, because the battle has been won. We live. 因為征戰已經結束, 已經為我們贏, 主已經為我們打贏這場戰爭, 所以我們必須要活在這個感恩的靈力裡。 所以你們有一些人大概已經可以明白全部的這些比喻。 所以我們必須要來保證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明白。 孩子們我希望你們也要來理解, 因為對你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作為一個教會、一個主的家, 你們要知道我們並不是在度假。 所以我們整個基督徒的生涯, 我們必須要看成是一段又一段的度假, 我們的心思一念不可以再生涯。 但是很大一份的教會、團體都是有這種度假的心態, 甚至於他們在做施工的時候。 所以作為神的仆人的話, 我們是在外面要服侍神、服侍人, 不管神把我們派到哪裡, 把我們放在任何一個環境中, 或者是神把人帶到我們面前的時候, 我們都要來忠心服侍祂。 我們必須要緊緊地把這個牢記在心中, 不然的話,我們就會在主的視線中消失了。 所以在今日的大部分教會中, 主耶穌是最不被人注意, 最遭忽略人而以為。 那怎麼是可能的呢? 我們到處都看見祂的名字, 所以當我們在歌頌讚美祂的名字的時候, 只有我們的嘴唇。 但在我們的心和我們的頭腦中, 我們的主距離我們是十萬八千五。 所以當我們聚集在一起的時候, 做一些是我們非常喜悅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才會來注意我們的主。 當時我們會去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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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會去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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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 然後主也讓我們看見 我們將會變成一片沙海 我們把自己的生命 把我們事工 把我們整個基督徒的生涯 都是建立在這個沙灘上了 The house of God must be built on solid rock or upon Jesus the very very living the fountain of living water but not on the shifting sand 主要我們把我們的 主的家是建立在堅固的磐石上 也是建立在主活水的泉源之上 That indeed is a spiritual battle up front where the world where the larger world is and where we find ourselves wanting to be just a tourist in this world or just to be a vacation in this world and that indeed a spiritual battle before us 但是在我們前方 確實真的是有一場極大的征戰 但是我們自己卻把自己 當成一個觀光客 一個旅行者 and so even if we think ourselves that we are strong and we are able to fight and we are doing it for God we might find ourselves actually going deep into the enemy territory and being totally dominated over by the enemy 所以有時候我們覺得我們自己是很有能力的 很堅強的可以去征戰 但實際上我們卻是進入到仇敵的領地 然後是完完全全被仇敵所控制了 because our mind is of the world the last of the world the last of the flesh the last of the flesh the last of the life all these things trap us in the world in which we cannot win that battle 所以當我們心意中都是充滿了眼目的驚慌 所以我們是沒有辦法來真實的贏得這場征戰的 and the enemy shoots target and I can see the laser bomb I can even see them individually the enemy targets every person caught under the canopy of the world 所以這個仇敵的敵基是非常不斷地在尋找目標 就是那些在世界的這個大帳篷底下的他們這些目標 他們就是一直在循環的這個射擊 and those targeted seeds were targeting for every person they were precision targets 所以這是非常精確地瞄準這個雷射的子彈 所以他們就是瞄準那些在世界下面的這個每一個人 See when we live in the philosophy and thinking and attitudes of the world the enemy can find us out with these seeds of thoughts they are really going to bring us to destruction if we stay there too long there comes a fine time these destructive thoughts these worthy thoughts that are really bombs will blow us up and kill us 所以其實那些屬世界的心思意念和態度 其實真正的可以使我們上升的這些炸彈 and in this sea of the world there will be someone who dresses and looks like somebody who is a man of guard who can give you good counsel 所以在這個世界的海洋中 有時你們會遇見穿著這個白衣服的好像是主自己的 and they will teach you some technique, some strategy how to overcome or how to escape with your life 所以他們會來教導你們一些技術和策略 怎樣可以在這個征戰中逃生 you may work for a while a few times 可能有的時候確實可行 but you are only surviving just that early 但你們僅僅是可以逃生而已 but in the end you will be destroyed and he will be destroyed 但是在最終的時候 你和他一樣 你們的結局就是滅亡 很多很多的教師現在是不再教導主的話語和教導 卻是把很多屬世界的哲學的觀念來教導給人們 and giving a new set of so-called new revelations because they saw some vision or had some mystical experience and that becomes something that we follow strategy ABCDEF and that becomes what it is a whitewashed theology 所以現在有一些在世界上教會中流行的 所謂的新的啟示 可能是因為他們自己個人 經歷了一些意象 或者說看見過一些神奇的經歷 他們就給我們很多的策略教導 ABCDEF 但我們就是住在父家的兒女 我們知道我們是要跑回去找誰 雖然有一些時刻我們忘記了 有些時刻好像在海裡面我們找不到出路 但是我們必須要能夠聽到心裡面的這個聲音和裡面的需求 要跑回家 所以主沒有來阻擋我 但是當那一刻當我要回頭的時候 他就是使我的腳下奔跑的速度就加快了 然後他就在那裡再等候我 有些人被教導 很差一段時間 甚至一整天坐在主的腳前 就是在那裡敬拜 讚美和禱告 但我們不能夠過度地做這件事情 因為你們要知道有時我們在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只是使我們自己的心得滿足 這樣做最後還是不能把我們帶回父母的家 因為有些人可以在祈禱的時刻 所以有很多人就是花數小時在那裡浸泡 但是他們心中還沒有非常紮實的這樣彼此相愛的心 所以他們的心常被周遭那些還不完美的人容易受冒犯 所以他們常常自以為高人一等 因為他們覺得裡面得到的啟示要比別人多 所以他們自以為覺得他們不知道我的事工要比那個人成功的多 所以他們自以為覺得他們不知道我的事工要比那個人成功的多 所以主今日要問你和我一個嚴肅的問題 你是屬於哪個教會的 對他來講只有一個答案 我的教會 所以不管你是來自於五個人的小教會或者千人大教會 絕對不要讓人有這種小看你的態度 你只要是屬於耶穌基督的教會 就是你在真實的教會中 如果你去的教會真實是耶穌基督的家 如果你去的教會真實是耶穌基督的家 那你真實就在神的教會中 在屬於神的家中 我已經試過我的最優勢 去幫助我們解釋 所以我們在過去的那些年中 我就是竭力要這樣做 所以和很多來到我們面前的這些教會 用很有意義的和很實際的方法和他們建立關係 所以我們和他們一路同行 會用各種方法 或者是直接加入到他們的事工中 或者是很慷慨地在金錢上來支持他們 所以我們和他們一路同行 會用各種方法 或者是直接加入到他們的事工中 或者是很慷慨地在金錢上來支持他們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幫助他們 其實我們並不是在表面上幫助他們而已 我們是一家人 所以我們有時候幫助這樣一個姊妹或弟兄 他們從幾百個人的教會中來 我們會給他們有時候上萬的金錢來幫助他們 所以我非常感謝在我身邊的人 因為我們已經做了超級別的事 需要超級別的信仰 所以在金錢的家中我們都在做特別特殊的工作 因為是需要特別的對神的順服才能做到的 所以我們能夠認識到在主的家中 彼此相來所能夠帶給我們心中的喜樂 但有時候確實我也被人家利用過 叫我去搬這個搬那個 有時候叫我坐在那裡等了一天 結果成了事情也沒有 所以我對我來說 我根本不介意說 我是不是被他們誤用的人 但是我能夠使用的人 但是我可以使用的人 但是我可以使用的人 使用的人 使用的人 那些需要我一切 所以我跟我說 我根本不介意說 我是不是被他們誤用的 而是用的人 但是我可以使用的人 使用自己可救 他們 使用他們 或者他們需要我的幫助 我以後 我根本不介意我是否被他們誤用了或濫用了 但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事情 我能不能給他們帶來一些幫助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需要服侍 我們就要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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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不要在乎不同的要求 當我們需要服侍的時候 我們就要服侍 所以當我們有這顆願意去服侍的心 那我們就滿足了父的心意 因為我們去服侍弟兄或者姊妹 而且對他們本人來講也是非常重要和有意義的 然後經過我們這樣的服侍和幫助 他們真實地能夠接觸到父神的愛 同樣我們父的家也是被仇敵來侵略 正像在耶穌的時代 他看見父神的家是被遺棄的情景荒涼 他看見在父的店中有很多買賣 然後有很多偷竊還有人的想法 特別是我們不認識他的靈 因為我們一直在尋找汽油和食物 因為我們一直在尋找汽油和食物 我們真實需要的是兩罐油 當我從那個預謀中醒過來的時候 主就把我帶到撒加地亞書第四章 所以就這兩罐神的油可以來灌買神的金燈台 這些新的水的水的水 在希伯中 他們像森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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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 他們像森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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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 他們在森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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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 所以在當時的猶太人的時候 他們就看這兩罐油就好像是兩棵橄欖樹 一棵在燈展右邊 一棵在燈展左邊 In my dream, there are two cans But in the biblical text, it's just two trees and they were the two sons of fresh oil 所以在我的夢中,我看見兩罐油 但是在撒加利亞書第四章是兩棵橄欖樹 就是代表著兩個有油的兒子 所以在撒加利亞書裡面所看見那兩棵橄欖油的橄欖樹 代表著在最後的時刻有兩個有油的兒子 所以在撒加利亞書裡面所看見那兩棵橄欖油的橄欖樹 代表著在最後的時刻有兩個有油的兒子 可以把神的話語歧視出來的是哪兒子 And the Lord made me understand that it is not by might not by power, but by my spirit 然後神也告訴我 歧視我不是靠著你的能力行使 乃是靠著我的靈光能成事 在那個時候,因為被魯的人們剛剛回來 他們要重新修造被騷毀的聖殿 他們幾乎是兩手空空一無所有的 當時是主親自來造訪撒加利亞來告訴他 他會自己來幫助他們重修聖殿 所以我們可以看見 在撒加利亞書第三章 仇敵來指責大祭司約束亞說 你穿的衣服是這樣的污秘骯髒 但是神的使者卻也站在他的面前說 你們要脫去他污秘的衣服 又對約束亞說 我使你脫離罪滅,要給你穿上華美的衣服 但是他自己親手觀看神所要做的 他最後可以成為一位得勝者 所以在後面的第四章裡面說 你們不要輕看被騷毀聖殿 所以神祂當自己的恩典會被重新建造起來 所以在這第三章和第四章裡面,你們可以看見神的七眼,神的靈就在那裡。 那兩罐油就代表著最後末日的時候,神的兩個有油的兒子。 所以在這個夢中,神也藉著這個先知性的預言,來啟示我。 所以,它可以代表著我和主耶穌基督,自己從生鏽的罐子裡面可以出來。 也可以代表你和主耶穌基督。 當你和祂一同奔跑回到父家的時候, 就算世界上沒有辦法供應給你這些汽油,哪怕是有益和蜀人的食物的時候, 你只要願意和主一同奔跑,和祂的速度一樣奔向父的時候, 祂自己可以成為我們的供應。 然後我們就可以成為站立在金燈臺兩邊的橄欖樹。 當我們成為一心一、一靈和我們的主成為一體的時候, 戰爭這個勝利是毫無疑問的。 所以,你也可以去讀伊撒亞書第42章, 我從此也有分別的,因為這也是一部分的預言, 它描述的是一個人, whom God has chosen. 我也用以撒亞書第42章, 也跟您分享這個預言的奧秘, 主是怎樣來看待祂自己所謙遜的。 這是一個經節,主親自引導我去讀的, 就是神來親自高謀的人。 這是我親自拣選的, 我選擇在 whom my soul delights, and I am putting my spirit, my anointing,my highest anointing upon Him. 所以,我親自拣選的, 我的心以祂為樂, 我要將我所有的高謀請導給祂。 祂並沒有在街上揚聲。 作為神的服侍者, 你們也是不斷地鼓勵別人, 就像我常常在鼓勵眾人一樣。 所以,我也會鼓勵那些人來聽這些被護下人的教導。 因為我知道,當他們來學習、聆聽這些教導的時候, 他們會真實地說,得到神要給他們的。 但是,有時候,你們也不願意花時間來聆聽這些教導的時候。 確實,我很多時候是枯燥法味的一個講員。 我就是這樣, 我只會告訴你們, 我常常會在一個狠狠的方式。 所以,我並不是一個廣詞滑造的演講者。 但是,主卻對我所講的非常地在意。 所以,我一直都很認識, 我會嘗試地把他教導我最明顯。 所以,我是非常在乎, 我就說,要盡可能把他教導我的非常清晰地也教導給你們。 也有很多人來恭維我,來表揚我。 但我的心絕對不會因他們的話語而得到提升。 神不願意我們把他忘記, 但卻只記住我們自己。 我們必須要忘記自己。 我們必須要成為小孩子的樣式。 我當我拿了那兩瓶子, 我問我什麼樣子呢? 只有兩瓶子和一瓶, 我當我看見那兩瓶子, 我就覺得,哇,這是兩瓶子。 所以,好像很愚拙地跑去給那個男人了。 但是,非常令人驚訝的是, 我們主常常忘記自己, 祂把自己也隱藏起來。 他在那個預言性的異夢中, 我甚至都記不起他的這個容貌。 我甚至看不清他的模樣。 所以,在我大部分的這些先知性的異夢中, 主就是以這樣的形態出現了。 他不是主動來冒犯你的人, 但他就是一個非常忠實的夥伴。 所以,他在夢中就是這樣來教導, 至少是我要學習的。 他就像以賽亞書五十三章所描述的, 他無加行美容。 但是,就像以賽亞書四十二章所說的, 將才能燈火,他不吹熄。 所以,這個弟弟或姊妹的光光是完全死亡的。 他必須要非常輕盡, 所以他會保護那個光光, 然後給他足夠的氧氣, 所以他會再生命。 所以,當弟弟或姊妹的火將要熄滅的時候, 他用他溫柔的手, 把它包起來, 再給他足夠的氧氣, 使用火苗再生起。 然後,鴨山的鴨尾, 他也不願意折斷。 所以,這個鴨尾是一個寫作的工具, 也是我們基督徒自己所書寫出來的見證。 所以,我們很多基督徒的見證都是好像傷痕累累的,不完全的。 但是,主並不因此而弃絕我們,把我們丟在那邊。 所以,我們必須像他, 忘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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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那邊受傷的那些兄姊妹。 這就是我們如何能夠回到父家的奧迷。 就是和主一同奔跑。 就像他一樣的步伐。 所以,要帶著主耶穌所帶著父家的熱情。 所以,他最後可以引導我們來發現那兩罐其貌不揚的油。 每一天世界上生產成千上萬的鐵罐。 但是,那兩罐沉滿了滿溢的聖靈的油, 卻是很長的時間被人忽略和遺忘。 但是,這是兩罐非常普通的油罐。 大部分人是不會去看或者觸摸的。 所以,如果你生命中真實滿溢出神的這個生命的油的時候, 就算你長期被人家遺忘忽略的話, 但是你卻是得到神的殊榮。 因為你會和我們的主一樣進入到你的命定中。 我們的父神正在期待我們和我們的主一同奧翔。 在父的心中,他的渴望是要我們真實摧毀所有仇敵在我們生命中的工作。 心中滿溢出讚美、感恩。 讓我們來祷告。 父神,我們來到你的面前,再一次謙卑虛極。 請你繼續對我們說話。 幫助我們能夠緊緊地靠在我們的主的身邊。 不要讓他在教會中成為最不被人注意的一個人。 不要成為那樣一個總是往前衝,然後要為自己來舉行慶功聖宴的人。 讓我們興起來鼓勵,彼此鼓勵。 來提醒,要到主的身邊。 就像你初期所檢選的那些門徒們。 祂說,你的門徒們也要去哪裏。 祂說,你的門徒必須去到你所去的地方。 那些真實在服侍你的人。 他們必須去到你所在的地方。 謝謝你來教導我們。 謝謝你幫助我們。 祂說,父母,我們願意就在你的家中。 我們真實渴望和我們的主,何而為一。 只有那一刻來臨的時候,你才會享受你的榮耀。 祂說,祂請繼續來教導我們。 祂請繼續來教導我們。 父母,我只是你一個小小的仆人。 關乎於你對我個人的教導, 藉著立位記還有其他書卷用的教導, 有時候真的是很大的主題。 有時候,我可以來理解一小部分。 但是,要成為一個系列性的教導,實在也是很難的。 所以,父母,請你來幫助我。 也來幫助那些要從這些教導中得一的人。 所以,我們真實地可以來學習,來到這些真理中。 所以,我們來到這個最後部分的教導,就是我們真實地在真光中我們彼此相交。 所以,真理就是在光中和你的相交。 真理就是像我們的主和天父一起相交的榮耀, 所以,我們也要來經歷這樣的真理。 謝謝你,父母,聽我們的禱禱。 謝謝你,天父,來垂聽我們的禱禱。 在耶穌的名字。 謝謝你,天父。